來 士凱議員 我們看到嚴家為了捷運站 看起來是用盡的力氣 但是特別是我覺得非常誇張的就是 原本雙鐵共購 除了為嚴家轉彎之外 市府的報告怎麼會建議說 連殺戮火車站也要配合捷運往北移 怎麼會這樣子 所有的利益都要往嚴家靠嗎 這個其實就是嚴家的一個習慣跟習性 大家都知道說他們覺得 起政府本來就要配合 不然要配合什麼 共用政府本來就要配合 不然要配合什麼 你像105號碼頭他們想要去拿 你當然就得民營啊 不然呢 如果你沒有民營 如果是公營 他怎麼拿得到 對不對 所以他就覺得政府就是應該配合我 不然要配合誰啊 這老大 對啊 所以現在捷運也是遇到這種問題 你捷運當然要配合我 不然要配合誰啊 我們這個葉昭福局長 其實是個蠻負責任的局長 在議會的專案報告 其實他也很清楚的講 正因站的人口就不足 所以當時在議會的專案報告 他是拒絕的 拒絕正因站的 結果一直到了1月的時候 被嚴副議長叫到他的辦公室去 叫到他服務處去 在那個大桌子上面瞧 那我自己猜測了 我們的交通局長是怎麼跟他講 不好意思 副議長 我跟你說 因為這段只能有一站 因為當時的預留站就只有一站 是位置的問題啦 我們覺得哪裡位置可能會比較好 結果顏利民選擇什麼 顏利民選擇不行 要等我們這裡 就人少的 人少也沒關係 人少的那一站 也要往正因站去 要等我們這裡 就算要等我們這裡也沒關係 因為那是你的選區 說實在話 所有的議員幫自己選區 爭取利益跟建設天津地義 但是怎麼那麼巧 設站點設完之後 出站點剛好是你弟弟的土地 出站點是你弟弟的土地 你知道這個獲利會有多大嗎 因為到時候出站點 不是只有一個出站點耶 市府可能會跟那個地主 協商什麼 共購 做會去住啦 看是要去商場還是要去住宅 共購 如果是台北人都知道 那個共購宅很貴耶 捷運共購宅有夠貴耶 怎麼這麼剛好 剛好是你家的土地 現在重點是在於這裡啊 你有沒有利益迴避 你有沒有土利到自己的家人 這一塊你要不要講清楚 再來更重要的是什麼 他現在說兩站都要 我也有幫平頂站爭取啊 但是我跟你講 之前有嗎 我跟你說 昨天才喊 我跟你說這是假 為什麼說假 在去年的3月4號 他們成功了 他們讓台中市政府 把案子送出去給交通部了 已經確定在正因站了 有正因站了 3月4號送 3月30 我們的嚴副議長才說 平頂站也要 你是訂案之後 已經市府訂案送到交通部了耶 送去之後你才在喊說 那我平頂站也要 你是在劃這個劃 你要訂案之前啊 你要在你那個大桌子 把夜招服局長叫來的時候 就還說我平頂站也買 你怎麼那時候不再說 他是想到什麼就要什麼是吧 當市府決定了送出去的 確定你家的地已經有畫到了 你才在那邊講說你要平頂站 再來啦 昨天那個記者會更好笑 一堆連我們龍井去的議員 有議員有里長 不是要二選一議是兩個都要 你要去幫忙 你不是在路邊 你是副議長耶 你要去盧市長的辦公室給他花啊 市長現在給盧秀燕啊 兩個都要 你是副議長 張青棠是議長 也是國民黨籍 你們兩個要收招 兩個做會去盧秀燕的辦公室 敢嗎 美工有兩個都要氣死我了 你們為什麼不這樣做 你在那邊什麼林佳龍說謊騙選票 真的喊給誰聽 不是這個干林佳龍什麼事嘛 他現在就不是市長嘛 你真的要兩站 你真的不要騙選票 你就去跟盧市長喊 對不對 你現在就是在騙選票 為什麼他一定要出來開記者會 大家都問說奇怪 他以前也很常開記者會嗎 沒有他很少開記者會 為什麼要開 我坦白講 海線鄉親 之前在講說他們家多好 年輕人相對剝奪感 其實坦白說他們家多好 跟我們家 雖然有一點點剝奪感 但是沒有那麼強烈 現在的海線鄉親 真的有非常強烈的剝奪感 炸鍋了嗎 炸鍋啦 平頂站旁邊的那兩三萬人 之前不知道實情是這個樣子 對 現在知道了 現在知道了 能不炸鍋嗎 我們就比較小人 我們龍井也是七八萬人 一站 就一站 你們三路比較大 五個站 五站 怎麼會差那麼多 這站本來是可以當我們家的 現在我們還是讓你們 敲過那 但是我們家也是中二選區啊 我龍井也是中二選區 立委票也是可以投你顏寬恆的呢 你怎麼會大小人差那麼多 台積大條 所以昨天 趕快出來拍啊 不然怎麼辦 不然我們平頂那個大度 山頂龍井那一塊跟大度那一塊的選票 他不要嗎 選舉要到了呢 這些選票你不要嗎 所以相對剝奪感 是很明顯的 讓我們的鄉親受不了 施凱議員現在炸鍋的情況怎麼樣 因為盧秀燕的臉書都被灌爆耶 不論他po什麼文都被灌爆 我跟你說喔 之前盧秀燕啊不管po什麼 大概那個回應差不多500個 現在他任何po文 連那種過年拜年的那一種 要發紅包的那一種 一千多個 裡面都在罵 罵說你這個閻秘書真是丟臉啊 你這個閻秘書怎樣怎樣 而且其實不只是我們龍井炸鍋 沙鹿也炸鍋 沙鹿五個站為什麼炸鍋 沙鹿損失有多大 第一 本來應該地下化的捷運 為了你嚴加要北移 所以變高價化 不能轉成 再怎麼笨 大家都要地下化 沒有人要高價化 這第一點 第二點你本來應該到沙鹿火車站的耶 雙鐵共購那叫做黃金線啊 為了你嚴加北移 不好意思沒有雙鐵共購了 沒有雙鐵共購 你要知道 沙鹿火車站的旁邊 就是沙鹿最熱鬧的地方 就是菜市場的所在地 多少人用得到 很多人用得到啊 而且清水的鄉親 無漆的鄉親 大度的鄉親 龍井的鄉親 如果搭台鐵 要轉成捷運進市區 就要透過那一站 被你嚴加拿掉了 嚴重 那你說這個相對波動感有沒有好重 對 有沒有好重 我們的雙鐵共購站不見了 轉成站不見了 你現在還給我提出 台中市政府還給我提出說 沙鹿火車站要移動 天啊 原本沙鹿火車站旁邊那些居民是 做何感想 而且火車站是你 台中市府可以動的嗎 是啊 那是台鐵 對 跟他什麼事 對 所以我一開始我就說嘛 我覺得嚴加的習性就是 政府不能來配合我們島 不然要配合再一島 這無法無天耶 市政府要配合我啊 因為 我們有一個盧秘書在做市場嗎 中央政府 我如果選到 在圍後這樣不行遲 105號碼頭 我也是在交通委員會就遲來啊 我如果再回到立法院 我再去交通委員會 台鐵我遲不怕 也可能遲不怕 結果大家都配合嚴加 但是沒有關係 政府可能會受到他們這樣的壓力 問題是在於 我們的民眾所受損的這些權益 我們平頂站 所受損的這兩三萬個居民 的權益 他們不會炸鍋嗎 沙樂物火車站旁邊也是一兩萬人耶 那些居民不會炸鍋嗎 整個海線本來有一個很好的轉成站 可以進市區的 不會炸鍋嗎 大家都炸鍋 所以才逼著嚴利敏 必須出來開記者會 說不不不 我是兩站都不會 但是現在 來得及嗎 現在再來得及嗎 他現在已經把他送出去嘛 我就說 市府已經送去交通部了 送去了你才在喊 而且你喊的對象 也喊不對啦 你現在在喊林佳龍 林佳龍已經卸任很久了 現在的市長叫做盧秀燕 你現在位高權重 又這麼大一個副議長 議長也是你們國民黨籍的 你那議長副議長 小酒 兩個酒起來 去盧秀燕的辦公室 去給他挨 去給他賣 去給他賊 說為什麼你不要訪問 你為什麼 對我們海線這麼不好 你應該給我一個平頂站 他應該是這麼做 不是在這邊開記者會 是啊